郭文貴議員 本人申表肯定 根據統計 今年稅額試算表是以申報內容單純 及採標準扣除額的納稅義務人為主要的寄送對象 一共寄出276萬一份 佔了國內申報數的一半 而其中有回復的有140萬件 更佔了有計打了238萬件的五成以上 以首次實行且宣傳期只有短短的兩個月的政策來講 算是十分高的回復力 我接到許多民眾反應 大力稱讚這次的試算政策 因為政府的主動協助 許多人得以審棄以前每年未稅務苦惱的麻煩 而昨天財政部也已經表示明年度會繼續實行 更會擴大稅務試算的人數 我認為這樣變明的措施 正是一個代偶為政府應該做的 稅務試算服務的上路 以及今年首度實行的海外所得的申報 更使近年來推行的稅政簡化 成效錦上添花 不僅可以用現金、信用卡、金片金融卡、轉帳等方式 還能夠到超商、銀行、零貴以及網路等多元途徑 進行繳稅 使增稅雙方作業都更加流暢 我認為財政部近年來之作為值得加息 除了變明的稅政簡化外 還推動了節能減碳的電子花票 也以奢死稅、平易房價及縮短貧差距 我更期望其他部會也能夠如財政部一樣 加緊腳步、多聽民意 才能定出鼓合民眾期待的政策 讓民眾感激到政府為民服務的心意 今年我們再也看不到在很多報稅的場合 排隊報稅的情形 相對的美國每年的4月15號那一天 也是大敗昌隆 那麼他們當然也有採取簡單的報稅表 但是沒有像我們政府這樣主動 向我們的人民用報稅的服務 這是真的值得世界上各國學習